疯狂的水塔 看看南美洲的巨型水塔 VS逗牛犬 看看在水中直接把这个 大鹅直接拿下 最狠的是巨型水塔 VS美洲豹 不好对付啊 本身这个个头就大 再一个它是群体生活啊 非常的豹团 看看啊 直接反杀了花豹 他们的水性啊相当好 在水中啊 可以干掉鳄鱼 你说说它有多么强大 这只美洲豹啊 狩猎失败 直接被赶跑了啊 其实美洲豹的狩猎技术很高 可以在水中啊把鳄鱼拿下 但是面对于水塔啊 它也有点懵啊 这个数量太大了 而且非常的豹团 牙齿很锋利啊 它们吃东西就跟吃辣条一样 这牙齿相当锋利 这个美洲豹啊 有点不太顺利啊 看这 第一只脑瓜子就走了 吃顿海鲜真不容易啊 这是 看看这水塔 吃鱼咔咔的 关键是这个水性啊 是真好 干不过你就下水 给这个美洲豹也弄崩了 现在美洲豹是不敢下水啊 一旦下水那就惨了 不得给咬成蜂窝美样 先歇一会儿吧 等待机会 看看这速度也不慢呢 一个猛子就砸到水里去了 主动攻击啊 现在主动把这个美洲豹攻击跑了 他游泳的速度啊相当快 看看 很快啊 这个花豹啊 狩猎还是失败 把这个花豹啊 反杀了啊 狩猎失败 狮子狩猎幽猪 疯狂的幽猪啊 用他的獠牙反杀狮子 这个母狮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在追这只小幽猪 够不够你刺牙缝的呀 这小幽猪 静挑好弄的弄啊 这只成年大幽猪就不好对付了 看看幽猪一奔跑起来 脊背上的毛啊 都立起来了 一看就相当的有力量 这个小幽猪啊 奔跑起来也挺有力量 把这个狮子也是溜够呛啊 关键他这个急转弯呢 很灵活 我看出来什么原因了 这个狮子有点费劲呢 幽猪呢 长了一对儿獠牙 这个獠牙呀 很锋利 也是他的主要攻击武器 狮子呢 是百兽之王 他在非洲草原上啊 绝对是称王称霸的啊 但是他攻击成年的大幽猪啊 也是挺费劲的 看看这个狮子 把这个包围圈已经包围好了啊 狮猎了一只 狮子王闪亮登场啊 轻松的营救了幽猪 所以说这个狮子王啊 轻易的不出手啊 都是吃现成的 等他这些器械把这个猎物狩猎成功以后呢 他闪亮登场 看看狮子倒洞啊 这准备把这个幽猪灭门了 这样 不要出来啊 一旦出来就相当的危险 现在就是看谁的耐心好 这个幽猪很容易上当 看看被拽出来了啊 又出来一个又被摁住了 所以说狮子的狮猎技术是真高啊 你不服气不行啊 他绝对是百兽之王啊 狮子狮猎成功 干的漂亮 花豹狮猎黑斑龄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强壮的黑斑龄啊 也很有力量 奔跑起来很快 关键是他的急转弯呢 很难狮猎啊 看看花豹开始了攻击 这潜伏能力是真强啊 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 黑斑龄的跟前了 这个黑斑龄顽强的反抗啊 连踢带踹啊 这是一只成年的大黑斑龄 看看拖着花豹跑出去很远呢 只剑石头上创 看一看啊 这个花豹狮猎成功 黑斑龄已经不动了啊 关键时刻 狮子王出现了 这个花豹很聪明啊 直接把猎物拽到树上 但是今天这只黑斑龄的个头比较大 拽着有点费劲呢 只有在树上啊 它才是安全的 要不然很容易被狮子和猎狗把食物抢走 这个花豹爬树的技术是真高啊 轻松的上树了啊 这个狮子闻着味儿就过来了 很容易把花豹的食物抢走啊 狮子爬树稍微笨了一点 但是也能上去啊 为了吃口饭不容易啊 狮子呢是群体狩猎 所以说比花豹要猎还得多啊 花豹呢是单打独斗 但不过狮子啊 把这狮子要掉下来 这个爬树的水平啊太刺了啊 完了 咬住后腿了 这回花豹爬漏 这个食物要保不住了 因为狮子的咬合力很强啊 咬住它就不会松口了 又上来一只狮子啊 两只狮子合作 又上来一只狮子啊 一定要拿下这个猎物 哇聪明的花豹跑了啊 好不容易狮狮的食物 就这样被狮子抢走了啊 科莫多龙狩猎肺肺 看看这个荒岛上啊 科莫多龙成群的生活着 他们成了这片岛屿的主人 科莫多龙呢就是巨型蜥 它是蜥蜴当中最大的一款 它的主要攻击武器呢 就是牙齿和尾巴 这尾巴很粗壮啊 很有力量 关键的一点就是 它的牙齿上啊 有剧毒 一旦被它咬住啊 那就死定了啊 它的狮猎方式很简单 就是潜伏起来 等猎物经过的时候呢 它突然袭击 只要被它咬中 那就死定了啊 用不了多久 就会毒性发作 然后呢 它过去把猎物吃掉 所以说这个科莫多龙啊 相当的恐怖 吃东西呢 也是狼吞虎咽呢 基本上都是整个吞下去了 看看这小牛犊子还跑呢 很有可能 被这个科莫多龙啊 咬住 只要被咬住啊 它就死定了 鹰的眼睛啊 发现猎物了啊 这个巨型蜥蜴啊 个头是真不小 现在沸沸已经靠近它了啊 它突然袭击 时候的速度啊 相当快 看看这毒液相当的丰富 这个猴子啊 和沸沸 它们在树上是最安全的 一旦下来啊 就很危险 看看一只沸沸啊 被科莫多龙咬住了脑袋 这爪子也挺锋利啊 这个沸沸惨啊 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巨型蜥蜴啊 皮糙若厚 这皮也相当结实 干不动啊 直接把这只小沸沸 吞下去了啊 整个吞下去了 这家伙有点生猛啊 这个真的挺生猛 整个吞下去了啊 远处的沸沸啊 不敢过来营救 这个岛屿上啊 科莫多龙 成了最大的营丫 飞飞啊 无能为力 西医狩猎成功